阿布都上篮北京时间7月1日,中国南篮红队客场夜57比67不敌新西兰,遭遇两连败,比赛变成了阿布都的个人表演秀。 全场比赛他12投9中,四罚三中拿到23分12个篮板两次抢断,继续打出高效的表现,也再次成为南篮发挥最好的球员。 姚明很欣慰值得一提的是,打完这一场比赛之后,阿布都就要背起行囊,前往美国参加夏季联赛。 在CBA结束之后,美国媒体就爆料,阿布都将会参加NBA选秀。 虽然他自己表示是因为年纪到了自动获得参选资格,但阿布都为了NBA真的做了很多努力,他积极地参加NBA新秀联合视讯。 在选秀大会落选之后,他又要代表勇士队打夏季联赛,即便留下的概率微乎其微,但阿布都这样的勇气还是值得称赞。 从联赛的数据来看,阿布都的表现乏善可审,场均只能拿到6.8分4.2个篮板。 但是阿布都真的是大场面球员,去年全运会半决赛,他带领新疆暴冷击败广东队,阿布都砍下25分12个篮板。 玩爆周鹏和顾全两位国家队老大哥,是预赛也韩国的两场比赛。 他一共拿到30分17个篮板,和澳大利亚的热身赛,他也拿到20分5个篮板,欲强则强,从来不会手软,这就是他身上的标签。 面对欣喜篮凶悍的防守,阿布都打得十分积极助攻,开局阶段不断冲击篮下得手,还完成抢断一条龙打成。 第一节就拿到了8分,第三节在球队陷入困境的时候,他和赵继伟的二人转玩得风生水起,空切上篮命中,外线干把大心脏穿针, 南篮在最多落后13分的情况下完成反抄,离不开阿布都的暴走。 最后一节,他的三分帮助南篮打破得分荒的同时,个人得分也突破了20分大关,很快阿布都强攻篮下打铁, 但是凭借着身高必长完成补篮,由于他的名字太长,再加上球蹦类似,很多人都说他是中国的字母哥。 今天,姚明也在现场观战,看到这样的阿布都应该十分欣慰,这正是他实行双国家队的意义。 不出意外,阿布都已经锁定了正牌国家队的名单,接下来的夏季联赛,让他冲击NBA有了无限可能。